好,我們今天主要還是繼續進行我們AI人工智慧 特別是有關於神經網路模型的介紹 那之前我們玩過KAROS神經網路模型 所謂learning by doing 我們希望能夠更對這整個神經網路模型能夠有更深入的一個認識 所以我們今天主要要談論的是有關多神經源所組成的神經網路 各位好,我們今天繼續介紹我們的課程 有關於AI人工智慧 特別是針對多個神經源的部分 那我們這部分的介紹呢 我們會同時搭配 除了一些相關的背景知識的說明之外呢 並且搭配一些 屬於在 NomePy Python這個 快速運算的套件上的一些實作的一些情況 做一些簡單的一個介紹 好,那我們就 把畫面切到我們的簡報 把畫面切到我們的簡報 好 好,那我們這裡針對 對 NomePy的 然後舉證的呈法部分呢 我們在做一個 比較強化的一個說明 好,那在這邊的話 好,我們 看一下 好 那,這裡當然就是我們 在10座的部分 这边我们当然知道 Add的话 这基本上它其实就是一个 Matrix Multiplication 它一个 矩增乘法 这个一般来讲 它是在使用上蛮方便的 那我们在10座的部分 我们如果是不想写 太多字 这边当然就 点大T 或者是点Transpose 但这边要加上圆瓜糊 然后我们在第3行的地方列印 所以这是 我们的一个结果 那我们要看它的形态 形态当然它是 在NoonPi当中的一个阵列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来看它的Shape 那这个W的话它很清楚 在这里的话它是3,2 所以原则上它这里 它这里它的矩阵的部分当然就是3乘以2的一个矩阵 其他的都是异围的 其他都是异围的 所以分别来讲它有两个 X有两个元素 B有三个元素 那Z也有三个元素 矩阵乘法部分呢你当然也可以用NoonPi其他的一个函数啦 比方说是用DOT 也可以 或者用所谓的 专门做矩阵乘法的 MAT NUL 这个三种方式的原则上 出来的答案都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在这边的话 这个矩阵乘法部分 好 那有些时候呢我们 一般来讲呢我们希望说 把 这边的计算能够 写得更 所谓更 compact 一点 就是说我们当中 你做一个矩阵乘法然后又做一个 所谓的矩阵的一个加法 不如 就是说我们把这矩阵呢 再把它弄大一点 所以 我们这边原先 的是 这边摆的是W1 W2 W3 那我们将这个矩阵的 右边 好那我们这里再 加上一个colum 加上一个colum之后呢 它就会变成一个3乘3的 这边我们分别加的就是 B0 B1 B2 这边 我们矩阵呢我们就稍微把它扩张一点 然后 X的部分呢 我们在后面部分呢 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是用 也是用array的方式嘛 所以在 S的这边后面你再加一个1 所以这到时候的一个计算啊 它就变S1 S2 这边再一个1 然后你这边再做一个 矩阵的乘法 那出来的结果其实跟 我们在 左边的一个计算是完全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在右边这边所显示出来的答案 跟这边 其实是完全是相同的 这边我们对 针对 论拍的一个矩阵惩罚 我们再做一些 额外的一些说明 好 那 因为我们 之前考虑的 就是 一样 跟我们这边所讨论的 也都是在 讨论所谓的密集神经网络的 一个运算 只不过说在这边的话 它是 多了所谓一个分类 分类部分 那在分类部分呢 所以它有可能 在这边来讲 它可能有 三种结果 这个部分呢 我们一般来说的话 大部分 来讲就是 用 班的所谓 Soft Max 来当成它的 所谓它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好 那 Soft Max 这个 基本上 只要是 机器学习 或 AI人工智慧 因为你在做 一些分类的时候 它会经常会使用到 所以我们 也打算针对这个部分呢 再做 进一步的一个说明 好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讲好了 我们以这个例子来说好了 假设你 原先算出来的 值 Z值 就是我们还没有 采用这个 Activation Function 之前 出来的值 在这边的话 假设是 -1 1 5 好 那么 你需要做这样一个计算 做这样的计算 分类部分呢 你当然就是将它做 一般的 Exponential 它的底数当然就是 所谓的 一般的 Euler Constance 好 那这个当然在实作上 当然来讲 我们当然会建议你就直接用 NoonPy 当中的 ESP 去计算 那它这个当然会支援所谓的向量化 那你就 会 在 计算上它不仅是快 而且在 程式撰写上也比较简洁 另外呢 这是它分子的部分 分母的部分呢 其实你就是个别将这个所有计算的 E的 Zi次方把它加总起来 把这边把它加总起来 以我们这个例子当然很清楚 就是 1的 -1次方加 加上 1的 1次方加上 1的5次方 就得到它的所谓的Exponential上 然后呢 你各 各项分别去算 这个就是我们出来的 所谓的Soft Math 这个在 特别是 有关分类的 机器学习上 是 经常拿来当作 Education Function 那我们这边看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这个当然这个例子 我们就 找一般的例子就可以了 那像是这边 我们的所谓的 当然你要去 汇入你的NoonPi 假设它就NP 这边你可以给任意一个 清单 一般的List 那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因为这里采用是 论牌 所以这里呢 直接你就是向量化 所以 一行就整个就出来 它的答案 就会在这里就显示 这个部分呢 我们待会儿 再来试作 好 那我们回过 去讲 就是我们之前 高阶 透过 Keros 去 实作的一些情况 这个部分呢 我们必须还是要再 去强调 毕竟我们实作还是尽量以高阶的方式 来实作 像这个 刚刚那些比较低阶的计算 我们也是让同学 大概知道它怎么去计算 重点还是要把这些 神经网路层它怎么 怎么去把它搭起来 这个架构才比较重要 好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当然知道前面它 进来是有输入层中间 或者是隐藏层 然后 后面最后出来是有输出层的部分 好 那 在 这个部分我们应该也是在之前 的 一个补充说明里面也有 这个其实通过Keros里面当中的一个指令 你也可以知道 它的一个 你所建立的 这样的一个训练模型 它的一个架构 比方说我们这边 都是所谓的密集层 这边都是密集层 最后输出的部分 好 那这边很清楚 进来的话 是784 784 所谓的 Input Layer 那 这边的 密集层里面所用到的 Activation Function 然后当然就是Hyper Body Tangent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 截图 那在这里面 所以你就是 从输入层的784 到你这一层的隐藏层有64个神经元 这边的一个参数 然后到输出层的时候呢 你就从 Hidden Layer的64个神经元 到最后的 10个 这一部分 当然它所采用的 Activation Function 是所谓的 Soft Mask Test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实作上 来讲你其实就直接用 Keros当中的一个叫做 所谓的 Plot Model 实际上大家就可以了 你要汇除这样的一个图 并不是很困难 当然你这里有些参数 你要你要去下 比方说 像是 Show Shapes 这个地方设为True 有关于 Show Layer Activations 这个地方也是Show True 如果说你要看其他参数 当然我们这边只是 一个简易的截图 那这边它会告诉你一些 可能当中的一些 可能性 当然说你要很清楚的话 当然要去看它的 一般来讲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 概要 这部分我们就不去深入 但基本上 到这里的话 我们大家就可以取得 这样的一个资讯 这个是在实作上 特别 稍微强调一下 好 另外 另外 就说你用了多少参数 这其实你就 可以用model当中的一个 方法 就所谓的 Summary 这是它 当中的一个method 然后它就直接告诉你 原来你的model 就是sequential 一开始我们就用sequential方式 去建立 然后个别有哪些层 我们当中都是所谓的密集层 这边它会告诉你的 shape 基本上 我们64个三金元 最后是10个分类 好 这里面的计算我们应该也有讲过 这里的 50 240这个计算是 前面你的输入 乘的 个数 再乘于64 那因为你还有偏移 所以再加64 所以是这样来的 那这个650呢 就是64 乘于10 再加它的偏移的 参数量 是这样计算 好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很清楚它的 在这样的 机器学习或者AI人工智慧当中 的一个计算 任何一个model它会 需要 的一些情况 好 你当然也可以透过 其他类似的工具去看看你所建立的模型 甚至来讲 我们也可以去汇出 这样 它的一个成效图 因为我们 在 这个 训练过程我们是用了200回合吗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时候你会 达到你所想要的一个精确度 那我们知道这个是将近是 92% 92% 不到92% 那这个当然就精确度 上升最快的地方 是这个部分 大概前 25个回合它其实就已经是 超过8成 好 那当然后面的一个训练 到 后面 的话它其实它的改善就非常的有限 好 那这里当然我们就采用的 是hyperbolic tangent function 当作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这个部分我们 也有词作 好 好 另外呢 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网站 这边我们老师就介绍一个网站 这个其实你可以大致可以看 这个部分 假设我们 这里 它的 Layer数 假设这里输入的部分 这边是16 它是R的16次方 基本上就是16 中音 Hidden layer的部分这边是12 12个神经元 Up layer假设是10个 好所以它这边 它的一个情况 大致可以可以看 这里面你当然可以去 再去 加加减减 做一些 类似的一个 这样一个神经网络的一个 略图 大概你就可以得到 当然我们因为 我们因为是去辨识手写的 数字 所以它的那个 输入层那个太大了 这个上面可能就 在视觉上就 不是那么清楚 但至少 这个 可以让你非常 知道它的一个 你所建构出来的训练模型 它的一个架构 好 这个部分我们应该也有提过 就是说 当我们透过程式的手段呢 可以将 你所得到的结果呢 能够再更进步的 所谓的强化 这个当然就是一些程式 比较程式设计上面的一些手法 在这边我们透过 Pi plot 可以直接呢 我们将我们的一个 训练好的model呢 我们就 拿它当中的一个训练级 直接去看看它一个成效 那这个不是说只是 当中只是出现 它 它的正确率是 百分之七 那个部分 当然这个 你在 真实 你就可以看到 那这里面我们特别要讲到的是 我们这边就直接有采用 弄牌当中的 ARC MAX 这个当然是在分类上 是很重要的 你当然就是找当中 值最大的 那个 这个部分 好所以原则上我们就透过神经元去 组成神经网络然后一步一步去算出 所谓的 一个输出值 我们这边讲所谓的white hat 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 有关于SoftMath上的一个 软体上的一个 实作 主要我们还是通过 Python上的 NoonPy 去实作 好 好我们这边紧接着上一次的结果啊继续往下 好那我们这边就先让全部执行 那因为这个我们 之前都已经说过了 所以我们就继续往后面 好所以我们这边 其实蛮简单的我们主要是要考虑 SoftMath的一个计算 所以我们这边就给 我们用的那种书的一个简单的例子 他就给一个list 好 他的变数名乘10z 好 所以这里面就是 -1 然后再来是1 再来是5 OK 好那因为我们的 木派都已经汇入了 而且是缩写为 NP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 我们 原则上用两行的方式 应该来讲 好 所以 在这里的话我们的A 他就用 木派当中的Exponential 那你就针对所有的Z去作用 这样就好了嘛 然后我们再 将A再把利益出来嘛 我们先把分子先求出来嘛 分母的话 所以这个是分子的值 然后我们再去算分母 分母都是一样的 分母我们就用一个变数 来装比方说是叫做 跟前面还是要有点差异 分母假设 叫做 C好了 所以他就是我们用 论派当中的 Sum 就把A的部分全部把它总和起来就好了嘛 好 然后我们再看 C值是多少 OK 所以加起来就是 151.49多嘛 这边你看一下这个答应是不会错 然后再来呢 A呢 这个清单呢 你就将他所有的向式通通都除以 C嘛 就是答应就出来了 所以这边就除等于C OK 然后我们再列印 A A 拉上来一点 好 再去执行 所以这就是我们得到的答案 你看原先是5 这里 他的 透过Softmax的计算他就是0.9796多 1的话他是0.0179 负1的话当然就很小了 就0.0024多 所以基本上呢我们这个在做 特别是分类的时候 我们就 Altivation function呢 经常就采用Softmax 来做计算 好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先 谈到这里 好 是 这样子 他继续